往年十年九旱 今年秋迅凶梦 极端强降雨 冲击山西11市76县市区 这是已经被冲断的管道 超175万人受灾 山西抢险救灾难点在哪 60座煤矿停产 山西能源保供压力有多大 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 我是张琳 今天我们来关注最近在山西发生的 罕见的秋季殉情 国庆长假期间 山西遭遇了极端异常的 全省大范围的持续降雨 多地出现山体滑坡 车辆被埋 楼房受损 人员伤亡的情况 10月9号 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 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 汛情牵动着人心 山西的灾情 以及目前的救援情况如何 临近入冬受灾群众该如何安置 那作为产煤大省 灾情是否会对全国的煤炭供应 产生相应的影响呢 带着这些大家非常关切的问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 来参与话题的讨论 一位是中国安全生产科学院研究员 刘铁明 一位是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 欢迎两位 那目前呢 山西这一轮的强降雨的强度和危害 到底有多大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短片 据山西省气象台统计 往年山西省降水主要出现在每年的6月到9月 10月份全省月平均降水量仅为31.1毫米 但是今年10月2号20时到7号80 山西全省过程降水量在15.4毫米到285.2毫米之间 全省117个县市区中有18个降水超过200毫米 有51个县市区降水在100毫米到200毫米之间 10月2号20时到10月7号80 太原的降水量达203毫米 根据公开资料 太原是6909平方千米 这期间太原总共下了14.9亿立方米的雨水 而西湖的蓄水量为1400万立方米 相当于98.6个西湖的蓄水量被倒进了太原 根据山西省应急厅发布的消息显示 山西全省11个市76个县市区175.71万人受灾 12.01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284.96万亩农作物受灾 1.7万余间房屋倒塌 其中林坟 运城 晋中 太原 吕梁等地区受灾较为严重 山西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是一个缺水和比较干旱的省份 我们看到一些相关的数据 山西省往年在10月份的时候 全省的月平均降水量仅为31.1毫米 但是这一次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 从10月2号的晚上8点到10月7号的早上8点 山西省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9.5毫米 全省有18个县市区降水是超过了200毫米 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光太原就相当于承接了98.6个西湖的蓄水量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怎么怎么评估 山西这次遭遇的暴雨和洪涝灾害的程度 这次山西发生暴雨和洪涝灾害 媒体上广泛使用了罕见这样的指引 实际这些年像这样的灾害从全局的角度 乃至中国北方的角度 甚至到山西 其实已经是一种频度比较高的风险了 以前频度要增加多了 它这个用罕见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很确切的 因为随着这个大气环流的变化 随着这样环境的变化 这样灾害这样采生的灾害的风险只能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种灾害提高警惕做好准备 但是这一次第一是发生在山西 第二又是在10月份这样一个季节 在秋季这样的汛情的确让大家觉得有些意外 因为其实在山西现在就应该算深秋了 就是因为它高原 今天凌晨太原和近中一带的最低温度是多少度 是2度 也就是马上就接近零度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温度 然后深秋的时候 我觉得受灾的这些群众的话 这种感受可能跟夏天受灾可能同样的雨还不一样 而且就是这个雨我看到就是包括在以前的资料里面 在最近几年它造成比较大的危害 造成比较大的水灾的这种情况 都是在七八月份 七八月份基本上是有几天内100毫米左右的这样的话 应该在山西这个地方已经算是大的水灾了 已经被记录在岸了 但是这一回就是在三四天的时间里面 在太原以及这个近南整个的这一段 那么产生了这么高这样的一个降水量 尤其天气这么冷 那么这种整个的它形成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影响因素 可能已经也远远的超出了 就是在盛夏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洪水的这种影响程度 对 那刘老师我们怎么来分析这一次山西这样一个 我们暂且说是罕见的秋季汛情 它的这样一个形成的原因和这一轮暴雨的特点 一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洪水灾害啊 有一句话叫七上八下 对 所以一般我们进入汛级之后 把主要是在七月八月是进入经历防汛抗灾的 对 但这一次正像刘哥老师讲的这样 它发生在十月 对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一般来说吧 我们的这个对洪水灾害的警惕性啊 就降低了 不会是很高 对 连为什么山西这次这个洪水灾害 感觉上后果很严重呢 实际上这个山西有些特点呢 对洪水造成的灾害啊 它会有一些特别的风险 比如说山西啊 这个有很多高山深谷 这样就容易造成啊 大规模的这个洪流 就是山洪爆发 山洪爆发 山洪和普通的平面河流的冲击力 是完全不一样的 另外呢 就是山西的这个山区啊 植被不是很好 大量的降雨之后 土地疏松 然后最容易产生两种池上带害 一个叫什么呢 三地滑坡 另一个就是泥石流 实际上这次这个 这个在视频上 我们已经看到 就是有很严重的这个 激起的这种滑坡 对 导致人员伤亡了 实际上真正造成人员伤亡 和这个整个基础是破坏的 危害最大的就是这三个 一个是山洪 一个是三地滑坡 一个是泥石流 这个是山西这次灾害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但它的成因您怎么看呢 这个成因应该说很复杂的 一个就是这些年呢 整个北方的降雨量啊 一个是数量增多 另一个呢 就是它的突变性 不确定性更加增加 因为我们的话就是房不设房啊 真有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山西这些地方呢 很少发生了这样非常严重的洪灾 所以它的基础设施啊 还没有和这个大规模的洪灾 这样的情况相似应 另外管理能力啊 各方面呢 群众的意识啊 各方面都需要提高 所以它是有一个系统性的 这样一个问题是存在的 但也的确我们说这次的降雨特点 是持续时间特别长 然后强度又特别大 发生在十月份 发生在山西 而且大家确实有点猝不及防 但同时就像刚才刘老师说的 这次你会发现 可能城市相对来说好一点 但是山区的确这个灾情就会比较重 对 那么就是山区的这种灾情呢 可能跟刘老师说的这种 就是它的这种沟壑啊 这种比较高的流速啊 产生的这种洪水啊 那就冲毁一些桥梁 一些房屋 那么包括我们从这个前方传过来的 这一些报道里面看到的呢 就是比较严重了 但是城市里面呢 因为这可能就是像 它的这种像太原啊 这样的一些城市 一方面呢 它本身是不是城市的建设 在这方面的话呢 容纳量比较高 另外的话呢 我是觉得可能和它在这之前的话呢 是有预警 是有密切相关的啊 也就是说在9月30号的时候 气象局是发了一个 招待 专门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那么对于在3号到6号之间的 这个训情是有了预告的 那么又是同时的话呢 又是在假期期间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可能产生的这个危害 尤其是人员伤亡的话 可能相对会比较低一些 对 刘老师说的这个 我是完全同意的 就是中国的灾害 现在有个特点 为什么就是城市 三西就是城市 不那么特别突出呢 就是中国这些年的经验证明 农村的灾害设防能力 是远远低于城市的 再有一个就是 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 类似的灾害 比如像中国的东南方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 抗灾防灾的能力 对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 或者内地 还是有明显的 这个不同有差距 对对对 所以这个 这三西发达灾害 应该说反映了 在住战争的灾害讲 反映了我们在管理能力上 应该能力上 存在一些脆弱性 我们这次看到 包括从前一段时间的 河南郑州的暴雨 到这次山西的暴雨 最近这段时间 持续的强降雨的现象 好像发生特别多 我也看到有些分析说到 这种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 会越来越大 真的如此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的影响有多大 实际上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尤其是变暖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尤其是洪水灾害的 这个发生的频率 风险只能增加 不能减少 左原因呢 一个就是降水量 降水现象北移 你看我们现在 现在过去很荒凉的 像什么陕西啊 山西啊 甘肃啊 这个整个的 植被情况 有影响改善呢 的确是 实际是下雨多了的缘故 一个是下雨多 另外就是那个 突极端的气象条件的风险 明显增加了 你像郑州出现这个情况 原来说千年不遇 后来说百年不遇 我觉得还不至于 有那么大的概率 但是这个出现的频率 这些年 的确明显增加了 对 这应该引起 我们北方的一些地方 对这问题 有高度平时性 对 那这次的这些灾害啊 其实当然最牵挂我们的 就是百姓的安危啊 但是除此之外呢 从财经的视角 我们也非常关注 山西的这样一个暴雨 接下来对于经济方面 会带来哪些影响啊 那8号的时候 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发布的公告显示 目前已经有60座煤矿停产了 目前这些因防汛需要 而关闭的煤矿现状怎么样 我们的记者在昨天 也是赶到了 山西煤矿企业最多的地区 晋中市进行了探访 我们来看一下 10月10号上午9点多 记者来到位于 山西晋中市零石县的 山西焦煤焚烯锡矿业 两度煤业公司 该企业年产120万吨 受此次暴雨影响 矿井部分生产系统中断 这是已经被冲断的管道 这个管道大概是4寸 也就是100多毫米 这个管道是6寸 大概150多毫米 基本上停了4天 4天就是个2瓦多吨 记者采访了解到 晋中市目前是 山西煤矿企业 数量最多的地区 从晋中来说 我们126家煤矿 就是说现在受影响 都有4家煤矿 其中2家煤矿 是这个井贡煤矿 这个井贡这2、3天的处理 已经恢复生产了 还有这个2家露天煤矿 近期正在准备恢复生产 山西省能源局公开资料显示 山西省目前共有682座煤矿 年产能从几十万吨 至2000万吨不等 近日来的强降雨 致使山西60座煤矿停产 但全省能有超过600座煤矿 正常生产 记者从山西省能源局获悉 截至10月9号 山西省已经完成 14省份保供合同70% 供煤3100万吨 我们知道山西是传统的能源大省 目前也是全国第一产煤大省 当然有很多分析说 现在你看到被强降雨影响停产的煤矿 已经陆续在复工复产了 也有人说 这其实对于全国的这样一个煤炭的保供 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我还是想客观地听一听 两位怎么看 这次的这样一个暴雨 可能对全国煤炭的供应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的确 山西去年又成了第一产煤大省 而且就是像包括晋中 太原附近 那煤矿的量还是很大的 但是总体而言 就是现在我们煤矿的这种防灾能力 煤矿的安全性的话 比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就是说 因为暴雨这期间的话 这个可能也跟预警有关系 关停了一些 但是和这些高原地方的洪水有关系 就是它来的快 退的也快 相对而言 可能它产生的对于煤炭供应 产生全级性的影响的话 这个可能性没那么大 因为我也看到了 有些山西的煤炭的一些上市公司 他们的公告里面的话 都说本公司的话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 另外就是说 我们现在煤炭供应紧张 山西那么需要对于周边地区 还有其他地方的电厂的这种供煤的话 这个任务的事业也是非常重 但是在这个时候 还是要强调安全 还是要强调安全 也就是说 保障煤炭的供应同时 一定要是什么呢 要更要确保安全生产 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发生水灾了 那么你的煤矿 是不是要进行全面的一个检查检验 不要最后发生次生灾害 因为有的这些水啊什么的 进入到通过渗水啊 是什么的话呢 坑道里头或者是什么 因为山西的煤炭都还是地价采煤 所以这种风险的话呢 是不是还存在 所以的话呢 不能够因为这个要 要煤炭供应的力量很大 然后忽视了安全的生产 因为其实这个灾前的预警啊 就是说包括后面的处理 就是说 可能现在更多的以人为本的话呢 应该就是说 宁过物缺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也就是说我们多一点安全的意识 没坏处 包括预警啊 就是我们看呢 这个山西省气象厅 气象局在9月30号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我觉得特别好啊 然后把这个降雨的过程啊 是什么呢 都公布了啊 然后让大家 然后各个地方 包括一些公园就不开门了啊 预警 但是还是在雨量估计上保守了一些 估计的直部地区是140毫米 但是现在呢 很多地方 200毫米 200毫米 对 所以呢 就是说以后 无论是在预警的时候 还是在后续的这个重建啊 包括其他方面的话呢 宁可 宁可做的这个雨量大一些 所以现在我们是不是应该说 不管怎么样 这其实对于我们的当地的煤炭企业 还有全国的煤炭的一个供应来说 还是一个考验 对 实际上这个这次这个北方这次洪水 不仅仅是山西 还包括陕西 对 这两个省的煤炭供应 我们知道这全国的比重很大 对 这一个刘国老师提到的观点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 就是中国的安全生产的历史经营证明 当这个煤炭生产的压力增大的时候 它是出现事故的概率很高 也会增大 所以当时当有两个前景 第一个就是全国煤炭这个 价格一高的时候 死人的人数 一点不说 有人做过这个算计算的 就是煤炭事故发生的频率 和煤炭价格的走势是一致的 而煤炭价格的走势反映了什么呢 煤炭的超能力生产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山西 陕西 两省 在这个时候 在加紧煤炭生产的同时 必须是安全第一 全力以赴的做好安全工作 保证煤管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解决 煤炭安全供应的问题 没错 其实除了能源供给 现在也是秋收的时候 这次对于我们的粮食安全 其实也是一个考验 山西的粮食主要还是于玉米为主 就是在很多的地方 所以现在应该说很多玉米的话 是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影响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包括一些秋粮 因为山西的话整个在华北平原 因为它在华北地区 又是在黄土高原上 那么它的杂粮玉米这样的话 就是秋收的占的比的话 是非常大的 所以农业上面肯定也会受到一些损失 好 谢谢 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广告之后来听主播收听 欢迎回来 我是张琳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会感叹 我不敢看山西人的朋友圈 因为暴雨和洪水下的那些场景 实在是让人泪目 用心用情救助受灾群众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这是目前山西政府 针对灾情给出的方向 而认真细致做好生活救助 让受灾群众吃得饱 穿得暖 遇困难 有人帮 有疾病 能医治 这是当地给出的具体方案 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 未来山西运城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 而北部的部分地区已经有霜冻了 对于那些受灾群众 和依然在冷水中奋战的人们 我们违愿大家早日平安度过 重建家园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